請問看到我畫面嗎 可以吼 那今天我們的課是這個 網路爬蟲 那來自於我的Gave 那我在這一個 呃 我們的這個Share資料夾 什麼 OJTP 網路爬蟲這邊 會有我們需要用的工具 那我們的那個上課教材呢 來自於這個Gave的連結 OK 那請大家呢 到這個連結去 就到我這一頁 OK請大家先幫我到這一頁來 那你們之前沒有學過Git指令對不對 有學過 沒關係 那如果你會Git的話你就直接把它 下載下來 那下載到哪裡呢 好 原則上大家現在應該已經到我們這畫面來了 假設 假設 大家還不會Git的話 那我們就到code這邊來按一下 然後download那個zip 到這個綠色的code這邊 按一下 download zip 那原則上他預設會幫你放在這個 下載資料夾 沒看到這是不是一個橫線master對不對 好 那請你呢幫我對他點兩下 裡面會有個資料夾對不對 對他點兩下 會有個資料夾 按右鍵 複製 按右鍵 對他資料夾 按右鍵 複製 記得 你不要直接按右鍵然後直接怎麼解壓縮 全部不要 好那你就點進去 會有個資料夾 你就按右鍵 複製 好那你就說那複製到哪裡呢 在我們c巢這邊會有個使用者有沒有 c巢是不是有個使用者 好我們現在c巢使用者裡面 會有一個student 這是我們登錄這個硬碟 或是這個windows的這個帳號 好那他是我們在c巢裡面 全線最大的位置 所以呢 你就在這個空白地方按右鍵貼上 把它放上去 OK好我再說一次喔 他怎麼回事 老師你說那個share資料夾裡面 現在 是在網路爬從這邊 對網路爬從這邊 ojtp這邊 我們沒有辦法 遵取對不對 好那沒關係 那請大家呢看一下 那我就直接貼到那個聊天室可以嗎 等一下我怎麼把這打開 這個聊天室 這套連結可以嗎 有看到嗎 好 那請大家呢幫我到這個 蠻奇怪的 只有 這邊沒辦法讀到那個share資料夾 沒關係那個先用聊天室 那我之後就用聊天室來傳囉 好 我們各自的share資料夾子 只有在本集裡面 真的啊 好 好 那假設現在呢 大家都已經 這個到這個網頁去了 那 剛好可以說明 這個code 按下去之後 會下面會有個download zip 按下去 會幫你下載 那預設下載的地方呢 我就是這個下載資料夾 那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Python Web Scraping 的Master zip 然後對他點兩下 裡面會有個資料夾 按右鍵 按右鍵 复制 然後呢 放到哪裡呢 到c槽的 使用者 裡面有個student 就是你登入這個windows的帳號 這邊呢 是我們權限最大的地方 所謂權限最大 就是你可以對他裡面任何東西呢 有最大存取權 你可以新增 宣改刪除 這所有東西 按右鍵呢 貼上 OK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假設有一同學他可能 所以Zik的 概念沒有很熟悉 他可能就直接 解壓縮全部 或是透過7Z 直接解壓縮 那這時候 你的資料夾內 會有一個資料夾同名同姓 就變成兩層 一模一樣的這個資料夾 但是呢 我們要的 就是這個資料夾內容 那你會發現啊 這個資料夾內容跟網易上 是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是來自於這個Git Github這個平台 我們講義就放在上面 OK 請大家先準備好 那我在剛剛在聊天室有貼 那或許會同學就這樣玩進來 那等大家 拍完機之後呢 我們再貼一次 貼一次那個 超連結 那我們的課呢 其實沒有什麼理論可言 那 結合大家之前上過的 CSS選擇器 好 那顏色啊 寬度啊 邊邊寬啊 那些東西我們都不在乎 我們在乎是選擇器 那 還結合大家 這個Gitub這個語法概念 我們要取得這個元素 然後呢 去取得他內文 就是他屬性的值 好那我再貼一次這個超連結喔 那我再說明一次 好我貼在聊天室裡面 希望大家 都看得到 那我就把它 我再重新再講一次 好 那我剛剛貼到聊天室裡面啊 如果你有看到那個超連結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如果你會Gitub就直接把它Chrome下來 那如果說你 還不確定怎麼使用 你就按下這個code 裡面有個download zip 下載之後呢 他預設會放在下載資料夾 你就左鍵點兩下打開 裡面會有個資料夾對不對 然後呢對他按右鍵 複製 複製到哪裡呢 到C槽的使用者裡面 會有個student資料夾 這裡是我們全線最大的地方 然後呢對他按右鍵 隨便空白的地方按右鍵貼上 之後的三天的時間 就我們三次 常常三天的課程 都會使用這個資料夾 那資料夾打開呢 你會發現 跟網頁內容呢 原則上是一樣的 先幫我確認你就會有這個資料夾 好 那假設呢 你已經下載下來了 也看得到這個講義的內容了 那現在呢 可能我們要裝一些環境有別於 你之前上課用的一些工具 在這裡 我們要使用一個東西像 Anaconda Anaconda的工具呢 他跟你們之前學那個 v-environment的那個有點像 v-environment有點像 只是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可以透過 這個不同的python版本 來切換 這個 不同的環境 那在這邊呢 我可能大家沒辦法存取 所以 或許你可以考慮 把它下載下來 我把它貼在這裡面 貼在聊天室裡面 那下載哪裡呢 那下載哪裡呢 因為我們這邊是Windows 所以呢 你就是下載Windows 這個檔案 在這邊 Windows的版本 那如果你在家有Mac 或是你之前有用過Linux 那也或許可以在這邊 去安裝 在這邊呢 我們上課用的內容 是這個Windows 所以請大家 把這個Windows版本 下載下來 那原則上 你看跟我們一樣 都在這個 下載這條講 你會看到這個檔案 2 Anaconda 3 2024年6月 的版本 請先幫我把它下載下來 那你邊下載呢 邊看我們講義這邊 我們回到 那C淘使用者這邊 就 就那資料夾 因為我們剛剛的那個 Python Web Scraping Master 都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到了這個資料夾裡面 會有個Word檔 那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我們這邊有 Office Word 那個微軟的Word 所以 PDF雖然說方便 可是 他有時候我們要複製一些 這個 文字的時候呢 他會有一些奇怪怪的空格 所以我建議大家 還是以開這個Word檔為主 OK 在下載的同時呢 請大家幫我開一下這個Word檔 好 好 那 我就簡單說明一下 好 那 同學比較晚進來 我大概再說一下 在聊天室里面我再貼一次哦 就是我們會把這個 我貼在聊天室里面 那如果你們有互相交換資訊的 那個頻道或是一個平臺 我再把這個傳給大家 在這邊呢 我們會把這個 我們要上課用獎頁的內容呢 下來下來 那假設你假設 假設大家都沒有用過 git 那就用按下 code 有個download zip 按下去之後呢 原則上會在下載資料夾 看到這個資料夾 你看發現 Python Web Scraping Master 那對他點兩下 左鍵點兩下 會看到這個資料夾 對他按右鍵 然後呢 複製 複製到哪裡呢 c 槽 使用者 student的資料夾 就是我們全線最大的資料夾 按右鍵呢 貼上 原則上貼上之後呢 就會看到 剛剛被我們解壓縮的這個資料夾 可是呢他可以針對不同的Python版本 去安裝對應的環境 那那個環境裡面呢 假設你是3.10版本 你之後裝的套件都會相依於3.10版本 那你說 例如說像我之前 接過一個案子是無人機的 那那個之前的人是用2.76版 很早 很古早版本 可這時候呢 欸我就是在 通過安裝另外一個環境 專門屬於2.76版的 這時候呢 我安裝的套件 都會是相依於2.76版 那我就可以讓飛機設定起飛 這樣子 所以是可以切換的 那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用之前的那個 Python 那個Virtual Environment 當然也可以 他概念一樣 只是說Virtual Environment 他的缺點就是你只能相依 同一個 這個Python的這個版本 到時候你有些東西啊 安裝呢你只能選擇重貫 或是拋棄這個環境 但是Honda他可以一直切換環境 而且他預設 已經幫你安裝好一些工具可以用 好那如果你到這頁呢 我如果同學剛才聊天室沒看到的話 我再貼到聊天室去 OK 請大家呢就幫我下載Windows版本 好那他應該會幫你偵測 所以你按下這個download 應該也是一樣的 下載好了齁 好 那下載好原則上就會在這邊看到 這個Naconda 3 2024-06版本 那在哪裡有收到安裝的方式呢 這個我這邊其實有提到 在World檔裡面啊 我先大家介紹一下 待會我們來安裝環境 那這因為我這個部分是準備 24-30小時的課程 所以我們可能沒辦法全部講完 但是我會把最常用的這個爬蟲的工具 把它細縮 把它細縮 那如果有多的時間呢 我們再補充一些這個其他課程可能沒有 或是說不是我們這課程的內容 那第一個單元的部分啊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會講的安裝環境 OK 安裝環境 那待會跟大家講如何去看 這個獎益來安裝 第二個 就是我們正式 一開始要上的東西 叫正規表達式 那正規表達式 我會把一些簡單的那個 在Python裡面 它的寫法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當然它正規表達式很大 我沒辦法一一的講完 但是把一些比較常用的方式呢 跟大家講 之後大家在那個 初類狂通 再找相關的一個說明 那這個第三是因為大家之前已經學過 HTML跟CS的選擇器 這是我們的會用到的地方 我們要去去剖析去選擇這個HTML 那Gate跟Post呢 我會畫 用小畫家畫一張圖 讓大家知道 我們在使用網 瀏覽器的時候呢 它的過程是什麼 那這個 Chrome的使用者開發工具 有機會我們再說 就是你到Chrome那邊按F12 下面會有個工具 工具列可以用的部分 那第五呢是 我們今天會有工具叫Request 它可以一行 就直接把對方的HTML 或是一個 什麼資料來源 把它下載下來 或拿回來 然後呢 這邊會有個美麗湯 比如說4 這個工具會幫助我們去剖析HTML 不然你會用大量的這位表達師去剖它 意義不大 因為HTML可能很大的人很亂 那這時候加入美麗湯 把它丟進去它自動幫你剖析 你再透過我們學到的CSS 就可以拿到相對應的元素了 接下來呢 我們了解到這兩個工具之後 我們就會嘗試用Cookie 這個把Cookie呢 用在Request上面 因為有些網站 例如說像PTT 八卦版 他不是進去的時候要跟你講說 我是某已滿18歲 那這時候呢 你每次都要 我們會許會有其他工具去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我希望 我再進去看那個頁面的時候 他直接幫我把這個我已滿18歲的條件 都設定好了 讓我能夠直接用程式瀏覽這個網站 所以這時候會有個Cookie的概念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用這個NBA的那個看板 當做這個簡單練習 好 那一行程式可以拿到HTML 意味著我們只能取得網頁靜態的結果 所以這時候你可能會需要一件事情什麼 例如說 你可能用低卡 滾 要滾輪對不對 你可能用YouTube 搜尋完不是往下滾嗎 你用Request的一行直接執行 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這時候再透過一工具 接著瀏覽器幫你模擬你的操作行為 例如說 輸入帳號密碼 或是按鈕鍵 或是對某按鈕點一下 或是在那個文字 我們欄文裡面去輸入文字 這個就要靠這個東西叫Selenia 這工具 會跟我們的瀏覽器連動 然後你把你所有要對瀏覽器要做的事情 例如說你平常 登錄帳號密碼 或是你說你遠端工作 你想要線上打卡 這個工具都可以幫助你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那如果我們有時間 如果我們有時間 在第三天的時候有時間 我們或許會講一下這個Action Chance 那個東西就是結合 就是你可以連續去記錄 連續的行為 例如說你對那個網上某個按鈕 連續按個一萬次 或是你把東西抓住不放 拖曳到右邊去 或是你把這個格子 在網頁上把它拖曳到哪個地方去 會透過這個行為鏈的概念 OK 有時候你同學中立班的那邊發生一件事 就是他爬一個資料 他突然有個廣告幫你擋住 他需要你按住這個走 然後往右拖到那間距離 再放開 他網頁才會繼續讓你看 這時候Action Chance就很重要了 他幫你去跟網頁上元素做互聯動 按住不放 或拖著不放 又像購物車的概念 他自動幫你拖那種概念 那這個有可能我們講不到 這個只是讓你在桌面上 整個不只是瀏覽器 整個桌面都是你的遊樂園 不過這可能 時間安排的關係 我們可能不見得能夠說到 所以再看情況吧 假設這個說不到 我在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 其實也有影片 你們先去可以再看一下 過去的影片 可以看一下 那盡可能的我去補充上課的內容 所以呢現在呢 我們是整點嘛 所以我整點我習慣 我會下課五分鐘到十分鐘不等 所以就是不會說 一直上三小時太痛苦了 所以我都會一直 就是每一個時間點 我就讓大家休息一下 好 那首先我們安裝這個工具 那這個連結給大家 或許他現在改了 我說可以再改一下 就跟剛剛給大家連結一樣 那我們一樣是選擇這個Windows版本 不過這個貼的當時是3.9 蠻久以前的 你下來下來之後呢 是不是就長得像這樣 是不是有這個Anacona3 那不目前是2024年的版本 對不對 所以呢就請你快速點兩下 進行安裝 那原則上應該都會長的一樣 ok 都長的一樣 那你回去呢 就可以照著這個圖啊 去進行安裝 那在這邊呢 他就跟你說請按下next 然後到下一頁去 然後請你按下我同意 有沒有 我這邊都有幫大家準備 然後呢 因為我只有個人啦 我沒有要其他賬戶都 除了student以外的賬戶都需要用到 所以只要我就可以了 按下next 然後呢注意這個地方 你安裝的地方 你安裝的地點啊 這個整個工具安裝的 不是所謂傳統的 C小裡面的program files 不是 他安裝的是這個user C小裡面有個使用者 這個users 這邊有student 他待會會安裝在這裡 因為這裡是我們全線最大的地方 所以他安裝在這邊啦 所以呢我們就要按下next 然後呢這時候 然後 呃 我覺得只要勾這個就好 這個 我覺得可能 不需要 只要建議 最後一個建議打勾 他幫你安裝完之後 那一套先會把你清空 不會讓你佔空間 所以呢 欸 當你下面 最後下面打勾之後 就按下next 吧 他就會開始安裝了 所以他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那大家段時間呢 就稍微看一下講義的內容 那先說一下 我在這個專案裡面啊 就是我們上課講義的內容 這個reportory 我word檔跟pdf都有公開 就從pdf從word來的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下載跟使用 懂嗎 可能跟其他老師不一樣 有些其他老師有些課 他不會釋出他的原始檔 但是我都公開在網頁上面 你可以自由的去用 那我的gap上面呢 其實還有其他的工具 那你們有興趣就自己翻翻看看吧 就是 我在教 這個basic 後來我看了一下桌面 那個檔案 欸 怎麼跟我的東西很像 那個 我後來再 好像領悟了些什麼 這樣 好 那 沒有啦 因為那個 你們之前講的是有些是我以前的學生 我大概有些年了 好 那那個 這這裡 DQC 這個大家不會用到 我是教另外其他地方 他們有在考DQC檢定 那這個資料分析 這個 你們有為養應該就夠了 好 這個是我們上課的內容 那 我有交資在原處裡 但是 我這個已經有段時間沒改了 好 如果今天我們來不及講那個 我們剛才講到那個PiAuto GUI 就最後一個 第14個單元的部分 或許就可以拿來來晚一晚 如果有時間的話 如果來不及就算了 好 因為我們就18個小時 好 那一個上市 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 那 他在安裝齁 我們這邊電腦算快 我在別的地方上課 那個電腦就是傳統硬碟 然後就是 記憶體就有8G或4G 我上課的都很痛苦 那我這邊電腦配備是多少 我管理人 效能 記憶體 又有4GB 算快了 還不錯 哇13700欸 我這邊配備 欸 這有更新過 這邊 你們用這個電腦有點猛 我真的 64都插滿這樣 然後 但是很可惜的是 這邊 我覺得他們教室有安排 你們 欸你們是AI班嗎還是什麼 不是 不是 好沒關係 好 我外面門口貼什麼 我通常沒放棄 通常應該還會有一個東西 其實是撥出來顯卡 不過這邊好像沒有 其他班 其他的班 那個教室會有 不過這個我就不太清楚為什麼了 不過我們應該不會講到 這個AI東西 好那我這邊已經安裝完了 我記得我的這個REME上面有寫這個 就你們課程期間啦 就是你們結業前 我不知道你們什麼做結業 就是 就假日班的不知道什麼做結業 那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到 這個我REME這邊 會個這個 IG這邊來找我 我覺得你可以留言這樣子 你無聊 如果你在職場上 link你也可以 加我 如果 如果要看我發廢文 或什麼的 那 IG是最常發廢文的地方 然後我IG還有另外臉書 這基本上 都可以用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件 一連串的這個字 在你這邊上課期間 要問我 你要寄到這個REME來 但是跟我們課程有關 你不要把其他課拿來問我 我就尷尬 因為我 有些課的老師我也不熟 到時候我就 踏到人家的領域群也不好 那但是如果 這次我是覺得說 就是爬蟲相關的話 你可以來討論 那因為我們都15的課 所以其實沒有這麼理論可言 那一件事就是 有一同學會直接把 程式碼寄給我 不要 我跟你討論概念就好 或流程性就好 為什麼 以前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 有同學在工作上 把他們公司 連資料簿的帳號密碼 連同都可以寄 就是我們大家用到 一直寄過來給我 我不敢回他 我不敢回他 不然就出事 這基本上 我就 不然就乾脆不要寄了 你現在還可以接受 現在 拜託拜託不要不要 ok 那其他課程就問原本老師 爬蟲就來找我 ok 啊你就 可以來聊天啊 加深看我發廢文啊 那些都可以 沒有問題 但有些是以前的 影片 我有放在那個 YouTube上面 你可以再看看 好那 哎 我不知道大家會對這個 網面地圖有沒有興趣 不過我們有時間 也可以拿來說明 好 那原則上是這個樣子 那應該都安裝好了吧 好那我們就照 講義上面這樣寫 那原則上呢 完成寬裝之後呢 就 next 那就出現 跟我的講義上畫面一樣 然後呢就按下 next 那這兩個就不要勾選 這邊有提到 就取消勾選這兩個 然後按下 finish 原則上呢 你就安裝完 如果都沒有任何錯誤訊息 你這個 你的康達工具 就已經安裝在你的電腦裡面 那你說 老師我回到家 我想把它刪除怎麼辦 這邊沒提到 但是你看 你的桌面上 左下角是不是有個放大鏡 按下去之後呢 你就打con 就control panel的意思 然後會有控制台 你看到 打con 然後控制台 在放大機那邊打con 控制台 按下去之後 會有個解除安裝程式 有沒有看到 那你就跟平常一樣 要刪就刪 例如就像這邊 你就按右鍵把它解除安裝 但是現在不要 我們要上課嘛 你現在刪不就 找地麻煩嗎 類似這樣子 好 請幫我確認一下 給大家 那個30秒時間 確認一下 按下去的 沒有問題 老師我出現一個訊息 就是 要想的人 資料交通 好看一下 媽媽 他們要下延長 他們打進去 這邊 都會想要 他們不去 他們就不去 他們就不去 打進去 他們就不去 把他們打進去 他們就不去 把他們打進去 他們就不去 中施設的故障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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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有如果有自己帶筆電也沒關係 那目前我們上課部分呢 就以我們這台主機為主 那如果自己安裝有問題的話呢 下段時間我們可以再討論 我覺得像這邊如果安裝成功 那你的筆電如果是Windows 應該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好那現在呢 我們怎麼知道有沒有安裝成功 因為我們之後用到一個叫Anaconda的Prompt 就是類似命令提示字元的那個Prompt 提示字元 所以我們在放大鏡這邊啊 按下放大鏡之後 我們要打ANA 你看看有沒有ANA 好有ANA對不對 是不是看到這個Anaconda Prompt 如果有 就代表你安裝成功了 那這個東西是圖形化的這個工具 我們就 你可以玩玩看 我們這邊不會用到 他可以按點點按按按來幫你安裝環境 或是安裝一些工具 但是我們這邊不會用到 我們上課呢 原則上都會 要安裝套件都會以指令為主 好 好 那下面這邊呢 我們就不用特別進到這裡來 好這個我們知道就好 那假設你不信 走這邊來進到這個 這個執行Python的環境裡面 那這時候呢你就直接打 Exit 這個函式 來跳離這個環境 因為我們要另外呢去安裝環境囉 好那剛剛有提到這個ANA對不對 ANA 那你ANA請你幫我進入Anaconda Prompt 這個連結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你會發現啊 我們這邊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Base開頭 那如果Base開頭代表 恭喜你你已經安裝了Anaconda的預設環境 好你已經有他的預設環境了 所以在這邊呢 預設Base 那我個人的習慣 通常不會用Base Base環境 我們另外安裝一個環境 來取代就是 就是不會用到最原子乾淨的環境 那如果你有那個千萬環境需求呢 你就可以去建立多個 Canda環境 好 在這邊啊 我說建議大家我解說一下哦 我們如果要安裝Canda環境 你回去可以在另外用檔的 這邊有個指令Canda控格 我們要建立一個Canda環境啊 就是控格Create 橫線控格橫線橫線這樣 控格 假設我們這邊叫webscraping web底線scraping 好這什麼意思呢 我要安裝一個 不叫Base 而叫web底線scraping的環境 新的 那他的Python版本是多少呢 OK目前我們直接用Base環境來看的話 是3.12最新版的 但是我先講一下 好像有些工具 他不見得能夠支援到最新 他不見得能夠支援到最新 有些同學他習慣 我要裝最新的 可是你其他比較有名的套件 他在開發過程中 不見得會用最新版本 好 那現在我們要用第幾版呢 目前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3.10版 好像那個 Spacy啊 像那個 HantyLK 像那種自然原廚體常用工具 他3.10都沒有太大問題 反而3.11 3.12就會出事情 因為他們開發團隊 或社群 都不是用最新的工具去開發 所以這部分呢 不見得 一定要用這個最新的版本 在這裡啊 OK 我們就用到這個 Python等於3.10 那這個notebook呢 呃 我覺得他是安裝一下好了 這個工具是幫助我們使用這個notebook 那這個重點在這裡 IPY kernel 他會幫助我們建立一個kernel 開一個 網頁瀏覽器 他建一個web server 開一個網頁瀏覽器 讓我們在網頁上面 可以 執行 Python的環境 Python的語法 我們不是用BS code的去執行嗎 對不對 現在他在網頁上可以執行 那這個工具呢 厲害的點在於 你在BS code 開我們的notebook 那個IPYMB的副檔名 也可以用BS code 然後編輯哦 所以到時候我們灌完 你想要用BS code去執行 還是網頁執行 隨便 選一個 所以在這邊 我就會建議大家直接複製 你不要用PDF 他的空白怪怪的 你就把這個konda create 複製起來 Ctrl C 複製一下 然後呢貼在這裡 按右鍵貼在這裡 確認跟我一樣konda 空格 create 空格 横線横線量 空格 web 這個底線scraping 控格 python 等於3.10 控格 控格 最重要的 ipy kernel 確定都沒有問題 還想Enter 那他跟你講說 哎 這個 處理嗎 好就處理吧 他開始就一個一個安裝在你的電腦裡面 那你看到我畫面哦 他你在安裝之後完成之後啊 他分享說如果你要去啟用這個 這個環境呢請使用這個語法 那其實在這邊 也有提到 那在啟用之前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是我Enterkona3的資料夾 就是我們一開始要安裝路徑對不對 那進去這個 你說老師在哪裡 在C槽 使用者 student的資料夾裡面 然後會給Enterkona3對吧 就是我們剛剛安裝的時候 我跟大家特別強調 路徑在這裡哦 因為這 student資料夾 是我們目前 全線最大的地方 那這個Enterkona3這邊呢 點進去之後 會給Enterkona3 他概念跟那個virtual environment 有點像 那進去裡面啊 我們來看一下哦 在進去之前 你看這個什麼 底線conda 連接 還有一堆動態連接檔 就DLL檔 還有一個什麼 python.exe 執行檔 對不對 這個預設你進來 conda3 裡面的 預設的這些 這些設定檔案 都是base的 就剛剛那個base 那個環境 那這老師那我另外灌的 那個web底線scraping在哪裡 在embs資料夾 在embs資料夾裡面 點進去你會發現 什麼東西 是不是web底線scraping 有看到嗎 那你這時候就跟他的環境區隔開來 透過這個資料夾 點進去呢 你會發現 哎 怎麼跟進去的 aconda3內部的長得很像 因為 他是相依於 3.10版本的所有工具 那你base裡面 是3.12版本的工具 大家懂嗎 聽到解嗎 我們講比較細一點 是因為讓大家知道 他們自己的關係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用這個環境 來操作 就是web底線scraping 但我們灌完了 我們就不用管他的 接下來啊 我們就啟用 然後 conda activate 那web底線scraping 這邊就建議大家直接用檔囉 然後你按下去 之後 你會發現 原本前面的前綴詞 base 變成了web底線scraping 有看到嗎 試試看 大家練時間不急 好 今天應該來了 應該可以把正確表達師說完 那 有沒有機會講到 我不知道 應該今天都可以把基本的講完 完成 下禮拜會講 不是下禮拜 下禮拜 下禮拜 是request 然後在下禮拜是slainium 目前這樣安排 但是如果我們大家進度還算快 我就會補充很多很多東西 我看到進度好不好 我看到進度 可以給大家東西很多 再看我們大家整體 部隊行軍的那個進度如何 好那如果你輸入這個 它給你的這個 啟用這個 環境的語法 那你就進到 從base感的這個 這時候你所有用的環境啊 剛剛不是 Base裡面使用python的橫線大v 是不是3.12.4 現在變成3.10.14 就此跟base區域有改來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這個環境 那個 為所欲我啦 就是 那只是說你說今天我要砍掉的話 他有我記得我後面有寫到 這個 砍掉環境 好 這一樣是這個conda remove 那橫線很線n跟橫線n是一樣的 那有些東西我 我看了一下好像你們之前基礎沒交到 我會建議大家 有空可以回頭看看 我的basics 因為我是一直在改講的意義 好那最基本上你可以再看看有沒有補充東西 我的東西有點有蠻多的 好那現在我要做一件事情 你說老師我們現在弄完了知道要做什麼 那我先講一下 我們這個users 跟student是不是進到這個資料夾對不對 是我們上課要用的資料夾是哪一個 是不是這個python 底線webscript master對不對 我怎麼切進去裡面呢 在就cd py 然後打tab 鍵 找最相近的那個路徑 你打cd.py 按tab 按tab 鍵 它會 作業系統會幫你找最相近的路徑 或打開名稱 按tab鍵 cd.py 按tab鍵 按左手邊的tab鍵 是不是幫你直接找到那個名稱了 這要夾 沒有 那你看看安裝在哪裡 你現在目前是不是在student資料夾 夾說不能解錯喔 要記得 進去那個zip檔裡面 對那個資料夾按右鍵 複製 貼到我們目前的student資料夾 為什麼重複那麼多次 就是這個原因 不過不要緊 同學應該沒有問題 那你cd 就是trange directory 按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我目錄從原本的student 直接切到了我們上課用教材的那個資料夾裡面去了 此時 你運作的環境 還是web你先scraping喔 你現在在裡面執行的python語法 就是3.10的意思 那如果你今天 你說老師我想要切回bass 好他上面有一個東西 如果我不想啟用這個 當前的環境 我就conda deactivate 我們就回到bass去了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切回去 conda conda activate webdcns 我又進去了 我確認一下 因為下一步呢 我們要來安裝 kernel的概念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啊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安裝完 ipy kernel 其實你可以用 vscode 去启用 我們上課講義 就是一些nodebook ipy nodebook 那你們之前應該老師有直接提 他老師應該講過那個nodebook怎麼用對不對 有用過嗎 沒有 jupetnodebook沒有聽過 好啦 我們就是講jupetnodebook 我們講nodebook 就是jupetnodebook 只是呢 一個是在網易環境 一個是在 你可以用vscode 好 那接下來 你說 老師你剛才講說 會有個工具幫助 我們在 我們的電腦本機 建立一個網頁伺服器 讓我們能夠透過流覽器的內容 去執行python程式 這件事情怎麼做 下面 我要透過python來執行我剛剛的那個ipy kernel 讓他去安裝 針對我這個個人使用者安裝 一個名稱叫做ws 就是這邊web scraping的縮寫 OK 當做這個kernel的名稱 但是呢 之後開了nodebook之後會網頁不是開nodebook嗎 他會顯示的反而是這個東西 python3 atws 所以請大家 幫我直接複製起來 這時候呢 我們要新增一個kernel 你就按右鍵貼上 去安裝這個kernel 那他很快就安裝完了 那這個kernel呢 就是幫助我們在本機 建立一個web伺服器 然後讓我們在那個web環境裡面 就網頁的環境裡面 可以對我們底層的這個 web scraping的環境 做連動 你就可以在網頁上執行python程式 記得把它複製貼上哦 讓你回去有機會再自己慢慢打 那你說老是我打錯怎麼辦 那我有給大家刪除的這個kernel的這個指法指令 你可以再使用看看 這個kernel呢會建立 會啟動 網頁版本的線上編輯器 OK 那其實kernel不只是個功能 你們 以前 這邊的課程還有R語言 R語言的時候呢 其實kernel可以在網頁上 執行R語言 或是所謂的這個julia 製作資料科學 計算的工具 不過現在比較少人在談 好 那我現在呢 怎麼啟用 這個nodebook 網頁版本 在這邊呢 會有一個jupyter 空格 nodebook 記得 你現在 在我們的web底線 scrapping 好的 mast的這個叫夾 Python底線web底線scrapping 很像mast的叫夾 為什麼 你執行julia nodebook的時候 他會以你這個路徑 當下執行julia nodebook的路徑 當作網頁的根目錄 當作網頁的根目錄 這樣懂嗎 好 所以按下去之後 他會建立一個web server 打開 就會長得像我 這個樣子 OK 給大家一點時間 做到跟我一樣 我目前跟我一樣的畫面 之後我們上課呢 都會以這個畫面為主 好嗎 這幾天的上課 我們都以這個 線面為主 那你說老實 我想用vscode的呢 我們晚一點會說明 請用vscode開我的iprnb 檔案也是 可以的 只是 他他可以讓你選 curnal 或是選那個 這個 emvironment 就是環境 在這邊 你看我先關掉 他這邊跟我講 如果你可以用 你可以 Ctrl加C 關閉這個伺服器 所以我直接 Ctrl11 大膽的 Ctrl11 他就 被通斷了 好那我這個網頁不要 你看喔 我們是回到原本的那個路徑對不對 Ctrl 使用者 student 然後我們上課的講義內 那資料夾 好 那假設你現在在我們這個資料夾裡面啊 你就打這個 Du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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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格 Notebook 這 U-P-Y-T-E-R Notebook 有沒有看到 按下按enter 他就會啟動一個 本機的網頁伺服器 然後能開瀏覽器給你 但我們會測試一下喔 如果我們把瀏覽器關掉怎麼辦 怎麼辦 我先啟用 那你是不是會看到 這個畫面 OK 我們等一下其他同學喔 同學好的就 很棒我們這邊目前環境應該都沒有問題了 你回家裝應該也要跟我們一樣效果 OK嗎 好的 那你看喔 我把門關掉 跟著我一起關 關掉 咦老師 關掉我怎麼用 關掉我怎麼用 好你看喔 他在這邊 我跟你講 但Ctrl加C是關閉伺服器啊 他這邊有告訴你說 你要存取這個server 我們先不管這個 他說或是複製跟貼上下面網址其中一個 那你看你要貼哪一個 好例如說這個localhost這邊 然後呢 你會發現後面有個token等於什麼 有個token等於什麼 密碼等於什麼 所以這時候啊 你就把這個網址找 其中一個看你要哪一個 按右鍵複製一下 按右鍵 這個終端機 這個命令提示資源 又複製 一下 然後呢對著流暗機 開個新的分頁 貼上你剛剛的網址 你會發現 又回來了 了解醫生嗎 我不要說啊老師我關閉怎麼辦 別怕別怕 他會告訴你 這個 這個你可以在使用的網址 還有一個就是有同學問說 你看喔 按下這個file 你說可能太小就按下 你按下這個file 不是有個logout嗎 有同學可能會選擇logout 好啊這時候呢我logout成功啊 這時候我要再登錄 我要再登錄 可是 我不知道那個token是什麼啊 或者密碼是什麼 哎 我們這邊是不是有個token 等於什麼東西 有沒有 9080這個東西 有沒有 你把這一串 複製起來 按右鍵複製一下 然後貼上去 按下login 哎 應該要進來 這樣了解嗎 好再一次齁 我這邊把他關掉 我現在很想logout 那是不是 我們要再重新登錄對不對 好那這時候我們沒有 Password跟token啊 這時候呢我們就到 Hanaconda Prompt這邊 他會跟你講剛剛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後面呢 會問號 Token等於什麼 就真的把這個9080 到後面的3468這邊 對他反白之後按右鍵 然後呢 對他貼上 然後再login 原則上如果沒有太大的問題 應該是連進來 所以呢 Kernel就是幫助我們 叫IPYKernel的東西 幫助我們建立一個內部的伺服器 打開在伺服器上面 可以執行我們 那個web底線 Scrapping的 Python 程式嘛 要了解嗎 所以你們之前有用過 Gipton notebook 他原理其實是這樣的 只是你們用的 是可能之前 你如果裝那個 Versional Environment 應該是那個環境的 Python版本 這樣懂了嗎 好給大家30秒時間幫我確認一下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到了這個編輯頁面 之後的時間 我們都會用這個頁面來上課 這個 那個國異同學幫我看一下好嗎 那我們上課是比較自由一點 就前後左右 可以互相討論 不要緊 而且我們人又那麼少 對不是像之前 一般30幾個然後 中力那邊又加起來 快60個 那時候很難控制 我還遠距邊管電腦邊那個 那現在 這比較少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前後左右互相討論 不要緊 因為我們的課 沒有理論 都是實務的課 所以你遇到 都是技術性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互相討論 你怎麼解決呢 有時候我們跟人家分享一些東西啊 就教學鄉長 我們也可以 重新 領悟一些什麼 所以不要不令的 跟人家分享你所知所覺 所以 如果 上課的時候再去的話 就是才是要在那個 對你看到我從頭做一次 通訊問得很好 如果今天用得 你先回去了 好那回去的話呢 這個file按一下 會有個shut down 他才是比較合適關閉 server的方式 好按下去之後呢 shut down 好那他說伺服器已經關閉了 你發現 他幫我們回到原本的中斷機的這個界面 對吧 是不是不用怕C了 對不對 可以打指令的對吧 好 好那這次要假設我們離開 好 例如說你你你下下禮拜來上課 好或是你回家要練習怎麼辦 一樣把ANA叫出來 ANA prompt ANA ANA的那個命令提示字元 按下去之後 哎 一開始不是Base嗎 好 那我們就Conda 控格 Activate 有沒有 我們講義上有提到 有沒有在這邊 有沒有我們要進入 環境 那當然你事先要先安裝 過 才可以用 那我們今天呢 就直接切進來 好他叫Webdc scraping 哎我們就到這環境去了 好如果你不確定就發現了控格橫線大V 3.10 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是 如果你在這邊 那種Gibiton notebook 他會以這個student資料牆 當做我們的更目錄 可是這不是我們想要的啊 我們還花時間切進去對不對 所以不如你就直接 cdhawk按py 然後按type鍵 他會幫你找最相近的 好如果你有很多這個 Py開口的都按其實type 他會幫你切換 假設你有很多資料他會幫你切換 好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心的打Gibiton notebook 然後還幫你開server 幫你開 這個瀏覽器 那如果他沒開呢 就說這邊直接關掉了 哇老師他沒開啊 字幕器啟動啊 他沒開 一樣 複製這邊的網址 貼到 新的分頁去 哎應該就回來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好的 在15秒 我們來 請同學幫我確認你印到這個頁面 如果你ok的話呢 應該就沒有太大問題 不過呢 我們可能要 再度關閉他 我們待會要安裝一些工具 就是我們整個上課用到的工具 我們要安裝一下 好 假設你已經 進到這個環境了 沒有問題 我們按file shoutdown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關掉 因為我們要在Anaconda那邊 安裝套件 你說老師 那個Gibiton notebook可以去安裝啊 因為我們可以安裝可能有點慢 他還是會回到底層去 我們不如直接在底層 就所謂的prom那邊 下指令 PAY 不是還記得PIP嗎 就用PIP 直接講堂話 這PIP 好那這個資料來自於哪裡呢 哎 我記得在這下面有 這邊 在這個講義第11頁下面這邊 我們可能會需要用這些指令 那我們先講一下 PIP控格 Install控格 大家了解 沒問題 好這個是我剛剛講 一行指令就可以把HTML檔案下載下來 但是呢 你今天下載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會帶大家去那個政府公開資料 去抓Jason 抓什麼東西都可以 但是呢你可能要取得的是 力度PTT 他是網頁對不對 好那網頁你直接抓 你還用這個表達去剖 太痛苦了 或有東西像美麗湯 他幫助你 用一個選擇器的方式 或用一些語法 屬性 然後你把那個元素拿到手 你就可以拿到他的內文跟他的屬性值 然後呢其中還有剖吸器 美麗湯的剖吸器 XML 是官方推薦的 好那我們就乾脆拿 順便灌一下 那他也可以幫助你 在美麗湯裡面 剖吸XML 所以如果你今天下載是 因為取得的是XML 如果你有裝這個的話 美麗湯是可以剖除了HTML之外 還可以剖吸XML喔 好那那個 至於說什麼CSV 那些可能是跟Panus那邊比較好玩 好那 我有請問在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Fake User Agent User Agent就是所謂的瀏覽器或APP 例如說你去 你是Android手機 或iOS那個手機 iPhone手機 會有那個Chrome的瀏覽器 那我們人不會直接去看那個HTML 是不是這些APP或是這個瀏覽器 幫我們看HTML 對我們而言 他就是我們的User Agent 那什麼叫Fake 有些網站 投個IP 因為我們丟在機面都有一個 User Agent 就是在這邊 我這邊舉例而言 這麼高 把它關掉 那在這裡呢 我習慣的是放在下面 再關掉 會有網路面 假設我刷新喔 我都給他看一下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往到最上面 然後這裡 動一下 按到這邊 那這邊呢 你會發現這個 我們之後講到 Request Header Header跟Response Header 的概念 那這最下面啊 其實會有個User Agent 那他就是這個瀏覽器 用的User Agent 告訴對方說 我們今天用的 我這邊看能不能拉高一點點 好像只能追 追那個 我們今天用的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是Windows Win10 64位元的版本 然後呢 我的瀏覽器 1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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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這個使用者 這個就是有點像 告訴人家 伺服器說 我按下你給我的網址的時候 我進去你那邊看嘛 拿到你的HTML 有點像 證明鎮身的概念 告訴我是誰 我亂擊敗 我是哪個作業系統 告訴對方 這件事情 所以會有User Agent 可是 當你今天 譬如說我們這邊 同個網段 一直出去 有一個同學之後 用網站的時候 是不是有些IP 會鎖 對不對 或是什麼 因為你有可能 都用同個User Agent 那 那大家都同個版本 一直對某個網站 做警求 他當作你在攻擊他 他會把你鎖住 所以這時候 我們為了要一直隨機 產生不同的User Agent 來騙 對方的伺服器 這時候就會 FakeUser Agent 他會幫你切換 不同的User Agent 讓對方以為奇怪 你都來自於不同的裝置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那這個就是很有名的 Selanium 就是我們會用 程式去開軟機 把你會用到的所有的 這個流程 寫在程式裡面 例如說 對 例如說YouTube 你打張學勇 按下Enter 然後會到張學勇列表 對不對 按下篩選7 那些的 都是Selanium 幫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我剛剛講的東西都是我們之後課程會講到的 我們會用YouTube當中篩例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是會 因為我們會去下載那個 Chrome 當作我們的網頁的那個 Web Driver 幫我們啟用 那個流程器 可是因為我們 現在 豆瓶裝 這個是給那個沒有裝Chrome的那個用的 所以基本上 可用可不用 但是我們還是會用一下安裝 那Tica呢 我們有時間會講到就是 他把你的PDF或網頁檔或是 任何一個 Micro 等內文全部截取出來 有時候你爬 只要你爬到PDF 你要把他內文全部拿出來 就用這個工具 那有時間我們在講 那這個可能沒辦法講到 但是還是怪一下 說不定有機會說到 那這個東西都是他 這個工具會用一些 簡單的影像辨識工具 幫助我們針對某個地方 做點按 或拖拉 但是不確定會不會用到 好 那在這裡呢 會有一個DoubleGate 呃 我們在 呃 那個Line貼圖那邊要用到 幫我們模擬那個Linux指令DoubleGate 去下載檔案 OK 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的 全部複製起來 做實力複製一下 或是按右鍵複製一下 然後呢 直接貼上 記得你的環境要是Web Digest Crapping 這時候你安裝的套件 就會重數 就全部都會放在Web Digest Crapping的環境裡面 如果你今天是Base 它就會灌在Base環境裡面 這樣懂嗎 你安裝一下囉 那有時候啊 那個有時候上課的時候我可能 你看我右下角是不是有個那個 OBS錄影對不對 啊如果我沒有起 你看得到我這個OBS嗎 看得到嗎 我的下 那個下方看得到嗎 如果我沒有出現紅色代表我沒錄影 那你要提醒我 有時候 嗨起來 講起來嗨了就忘記了 好那 因為整體關係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不好 大家去走一走 喝個水 那我大概每一小時會中斷一次 所以一天早上會有三個檔案 下午會有三個檔案 用六五一天 那懂意思嗎 就是會有六個時段 就算了 就算了